好 圣经不科学 对呀 圣经不科学 但是这有问题吗 比如说我看的圣经 其实不算多 因为我基本上只 也只能算看过马可福音 比如说 这个耶稣这位老兄 拿过五块 哇这真是五块面包 五块面包和几条鱼 就喂饱了五千人 而且还没有包括 没有包括女人和孩子 喂饱了五千人 后来他又拿了几块 他大概没有认真地数 但是旁人 他的门徒 也许给他数得非常清楚 七块面包 他又喂了四千人 圣经完全不科学 当然不科学 问题是这很重要吗 如果你说圣经不科学 所以你不看 那么你看到五大小说科学吗 你玩的游戏科学 你在游戏里 一下子跳到山顶上 又跳下来 这科学吗 这五大小说里面 神龙十八掌一拳打出去 就可以打穿一座山 这科学吗 都不科学 因此科学不科学不是问题 圣经本来就不是一部科学的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到底相信不相信 五条鱼 喂饱那么多人 你 对我来说 这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圣经是一本故事书 你如果非要把它当作信仰书来看的话 也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人就是把它当作信仰书来看的话 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故事书来看的话 它没有必要科学 这个大概是 对 他拿过了那五块面包 然后对着天空 叫做heaven天堂 祈祷了一下 然后就掰开来 交给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拿去喂这些人 把他们全部喂饱了 一共有五千个男人 不包括女人和孩子 有五千个男人 然后他们吃饱了 他们吃了 并且饱了 并且吃饱了 剩下来的那个面包块 堆了好几大筐 还有好些没有吃掉的鱼 好了 这就是也许很多人说 它不科学的一个例子吧 但是 它已经确实没有关系了 对吧 科学不科学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一本故事书 它是一本童话书 它被修订了三千年 它里边科学不科学的成分 合理不合理的成分 这三千年里边 人们已经想了无数次了 因此这不重要 OK 圣经是不科学的 它讲的不是科学 它讲的也不是历史 它讲的是故事 是一些情感性的东西 是一些逻辑性的东西 这些逻辑也不是逻辑学中的逻辑 而是没有办法找到逻辑的逻辑 因为人类的逻辑 最终的结果都是混乱 这就是为什么说人类一思考上帝会发酵 因为我们的逻辑不是上帝的逻辑 不是神的逻辑 OK 那么如果有一天人类毁灭 又重新在废墟上 又有一些人开始重新的进化 重新的恢复文明 有一天有一个人如果讲 一个大火球在地上爆炸 炸死了20万人 炸伤了50万人 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他吗 如果人们那个时候只用弓箭和木棍做武器的话 人们不可能相信他了 但这是真的 这是原子弹爆炸的情况 OK好 圣经不科学就到这里吧 他确实不科学